对于那些不差钱的富豪来说,彰显身份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超级豪宅。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这些豪宅达不到的。 游泳池、花园、电影院、健身房,对于这些超级豪宅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私家分林、马厩、停车坪、码头,这些才是FUP豪宅的标配。 全球最昂贵的十大豪宅,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1、安提拉安提雷尔,minus minus 10 亿美元。 印度信城工业集团董事长,全球富豪榜排名第五位的穆凯什·阿姆巴尼的安提拉,再一次蝉联了世界最贵豪宅。 这个高167米的27层豪宅造价接近20亿美元。 安·拉卫鱼、梦、焦。 名字来源于异度神话中的岛屿。 高167米的27层住宅。 豪宅近景。 这座大宅中,除了穆凯什·阿姆巴尼和他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还有600名仆人。 1到6层的停车场,可以放置168辆车。 8层的酒店大堂有9步电梯。 宴会厅的天花板,挂满了水晶灯。 9到12层是室外空中花园。 13到14层是健身俱乐部。 娱乐中心的宾室,可以用人工造雪装置制造出雪花。 15到16层的家庭医院,可以用于医疗急救。 17到18层的贵宾客房,可以俯瞰梦满玄景。 19到22层,是主人和直系亲属的起居室。 23至25层提供挤600位仆人。 26层提供机械维修。 27层则是娱乐中心。 这座超级豪宅的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 甚至超过了法国的凡尔赛宫。 2、利奥波德别墅Villalipoda, minus minus 5亿美元。 价值5亿美元的利奥波德别墅,是欧洲最昂贵的大宅。 由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二世国王于1902年建成。 现在的主人是俄罗斯首富Mikiel Prokhov,其位于法国南部蔚蓝海岸。 是一座花园式设计的豪华大宅。 占地20亩。 从豪宅中可以俯瞰到法国南部最美丽的海景。 连线到山下的维拉夫兰契港度假圣地。 价值5亿美元的利奥波德别墅Villalipoda,绿树成荫的舒适环境。 别墅花园内种植有数百棵橄榄树,柏树,橙树,及柠檬树。 平时需要50名园丁来保养和维护2007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就曾经将这庄别墅评选为世界十大最贵私人住宅之一。 而这庄别墅的前主人都是世界超级富豪。 包括已故的银行巨头沙夫拉,前微软公司主席比尔盖茨菲艾特汽车前董事长乔瓦尼·阿涅利。 3、海德公园一号Feyhide Park,-minus-2亿美元。 由著名建筑师Rodgers,Starkarber和Partners共同设计的海德公园一号公寓威乌伦敦著名的Nights Bridge大街。 以每平方米6.45万英镑的天价,被评为世界最昂贵的公寓。 海德公园一号毗邻英国最大百货商店哈罗德Harritz,出自英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 海德公园一号共有86套公寓,顶层的富士楼王面积,距2000平方米,单套价格1.4亿英镑。 看到这样的数字,你还会说,这只是一套公寓而已吗? 门廊两侧的墙壁,相有专门定制的金属箱板。 将暗淡的色彩,运用于正式的接待厅。 这个灵感来源于在海德公园观赏日落时所看到的颜色。 餐厅的中心寻挂注专门定制的箱金的吊灯。 房间的供热系统,来自地下450英尺的地热。 业主可以享受50位专职人员的服务。 保龄球式。 静密空间。 Candy Candy设计团队的豪宅设计,秉承亲近自然的理念。 他们将四季变换考虑进,并融入到他们的设计敏感中。 躺在舒适的沙发上。 业主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伦敦风景优美的重要绿地之一海德公园。 灯火辉煌的酒吧,幽静雅致的鸡尾酒区。 与其他烟雾缭绕的酒吧,有助天壤之别。 4. 费尔菲尔德豪宅Fairfield Pond, minus minus 1.98亿美元。 Fairfield Pond豪宅位于纽约的度假圣地汉普顿斯。 以皮林的河流命名。 面积为66.000平方英尺。 费尔菲尔德豪宅Fairfield Pond,灰红气势。 5. 豪斯特山庄Hoft Mansion, minus minus 1.65亿美元。 价值1.65亿美元的豪斯特山庄,坐落在美国加州的超级豪宅聚集区比弗利山上。 他曾是公民凯恩的原型,真实生活里的美国报业大王,威廉姆伦道夫豪斯特的家。 威廉姆曾拥有26家报纸,13家全国性刊物,8家广播电台和其他许多新闻媒体事业。 大宅占地75000英尺。 山庄有29间卧室,40间浴室,三个游泳池,和一个电影院。 豪斯特山庄Hoft Mansion,清澈泳池,复古风情,拥有传奇的故事。 这个房屋建造于1926年,典型的地中海风格。 1972年,他曾经作为重要角色,在著名电影《将父》中出现。 同时,他也伴随着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度过了蜜月时光。 6、维多利亚别墅Franco-Villo,-1.61亿美元。 2008年2月,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之女,乌克兰第二大富豪平秋克之妻叶莲纳弗兰秋克,买下这栋为乌伦敦中部的五层别墅。 8000万英镑的成交价,创了下伦敦豪宅记录。 原,这所别墅用作私立女子学校。 除了电影院、桑拿市、健身房和室内泳池等豪华设施,豪宅内还充斥住价值连城的古董和家具。 占了整个豪宅价值的一半。 7、巅峰园Franco-1.55亿美元。 巅峰园位于美国蒙大拿州。 不仅将坐落于布利克斯塞斯七年前兴建的超豪华、私人度假村黄石俱乐部包容在内。 并且依山而建。 悟求与大自然融合。 除了家庭影院和室内外游泳池一应俱全。 它最大的特色,在于屋内设有私人缆车。 可以将住户直接送往黄石俱乐部的私人滑雪道。 巅峰园Fabinaco,美丽雪景。 同时,巅峰园拥有强大的低热装置。 可以在寒冷的天气中,给主人和客人提供温暖。 同时,每个卧室都有壁炉可以供暖。 8.洛杉矶霍尔姆比山庄园Feminore,-1.5亿美元。 位于美国洛杉矶的霍尔姆比山庄园总面积,达2.5英亩。 价值1.5亿美元。 拥有123间卧室、游泳池、台球室、电影院、Sport室、中国茶馆和美容院。 这座古堡风格的大宅,也拥有可以停放数百辆豪车的停车瓶。 庄园Feminore,价值1.5亿美元。 入口喷泉。 这座建于1991年的豪华庄园,以他的第一任主人。 美国金牌电视,监制阿隆斯班林Aaron Spelling,的名字名字。 他现在的主人是Patrick Costone,著名F1选手Benny Costone的女儿。 9、艾堆格Updown Court,-1.39亿美元。 魏乌伦敦市西南郊萨里郡的艾堆格Updown Court,于1924年建成。 1987年经过了一次翻修。 价值1.39亿美元。 艾堆格描绘了最美妙的生活场景。 私人电影院,早餐室,宴会厅,八间带浴室的套房,二十二间大理石浴室,网球场,碧球室,保龄球室,三个室内泳池,两个室外游泳池。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豪宅拥有一个四万四千五百平方米的花园,还有二十万平米的私家森林。 除了给主人提供最奢华的体验,艾堆格也有豪华的设施,提供几珍稀动物和天价豪车。 包括可停放八辆豪华家常轿车的车库,自动加热的大理石车道,和最昂贵的私人买旧。 足以显示出主人尊贵身份的还有一班豪宅不常见的应急避难室和私人直升机场和直升机降落屏。 10. 吸血鬼城堡Brand Castle, Minus Minus 1.35 亿美元。 布兰城堡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吸血鬼城堡,位于罗马尼亚的布拉索夫。 原属玛丽王后所有,1938年传给女儿伊莱亚娜公主。 1948年被当时的政府没收。 但罗马尼亚政府,于2006年初通过法例,将共产主义政权时代,被没收的产业归还业主。 现在,吸血鬼城堡的价值达1.35亿美元。 图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络删除。